最近這幾年政府在在推動 數位回流的政策 不過有一份最新的調查是現實 有八十十的過程 連聽都沒聽過 而且跟這個數位回流生涯 發電有關的4G網路 調查結果發現說 民眾可以接收的費率 相關是九百塊 留下每天的電視又看頻網路 是通信團部生涯發電 方向的數位回流生涯 雖然這幾年來政府大力推動 不過已經第五年進行的 數位回流大調查 也是發現民眾對數位回流 也是非常不瞭解 有八十十的民眾 聽都沒聽過 是不是數位回流這個名詞 一般民眾它的一個理解度 比較低一點 因為像在大陸 它可能叫做三網融合 或者多網融合 這樣子的話 民眾的瞭解度就會比較高 這樣的議題變成是 政府的官員跟專家學者 還有電視台的記者 大家去討論議題 沒有落實在整個社會裡面 為了要贏家 數位回流時代 無線電視 有線電視 摩托 環平網路 行動 眾望 都會有些改變 去年代 台灣的4G 雖然已經發出這條 可是還沒得到 提供服務 最近韓國是發出 要到440億來 發展5G的服務 台灣也發出 年來要到120億發展5G 但是 電信客車是另外 台灣也沒有4G 要說什麼5G呢 我們看到政府官員的話 都一直在講5G5G 那我們的4G的願景在哪裡 4G的產業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目標是什麼呢 沒有看到 在這次的 所謂回流的調查中也分析 對4G民眾可以 加收回流上關是平均九百塊 趕快也是小機會 互必輸電話林中南共調 4G的介紹 絕對沒有理由 比3G客館 記者的單數均 彈李鋒台發佈的